這台是指針的那個珠博比錶AV400 那現在先做歸零動作 這個手扒機 現在是接手扒機所以 這個是調測量的瓦數 5W 先手扒機5W 調到5W 這個在中間 CAL 這個也在中間 FWD 所以就是手扒機啦 是下中中 那如果車機 車機如果要用50W量珠博的時候 用200W這裡 200W這個量 切到這裡量 手扒機就5W 所以用這樣 那規定的時候 是這裡 要把 要按發射鍵 然後 按著 那個指針會跑 像 這樣子就沒有對準 要跑到CAL那裡 指針 要跑到CAL那個箭頭 那個箭頭下面那裡才可以 這樣子 然後 歸零完之後 再放開它就躺回去 然後 SWR 這個SWR的意思就是 駐波 它那個POWER意思就是 瓦數 那現在先量 主播 SWR 現在是 14了 我用 14歸零的 所以 如果差不多就 這樣子 沒有到1.5 那 43要量 43了 只要一換頻率 或換頻段 就要重新歸零一次再量 才會準 如果 我現在 現在是在14 那我要 切回去43的 這樣子 然後要再重新做一次呢 歸零的動作 一樣 SWR CL FWD 然後一樣 按發射鍵 然後讓這個直針 跑到CL那裡 就跟剛才一樣 讓那個直針跑到CL 箭頭一定要對準 這樣量出來才會準 然後 再放回去 它就躺回去 一樣 往下量 就是你的主播 往上量 就是 瓦數 那我現在這個是不準的 因為 因為我沒有歸零 一四的才是準的 一四的瓦數 一四的瓦數大概5W 啊 主播 主播大概這樣子 沒有到1.5 主播是1.5以下最好 呃 越低越好啦 超過1.5就有點危險 會燒機子的 功率晶體 這個 歸零是要用這個轉 這個 先調到CL 這裡 然後再按 再用這個轉 往這邊轉這個 指針 可能現在 發射的時候 指針在這裡嗎 那我如果 假裝它現在在這裡 那我就要往右邊轉 轉到讓那個指針對準 剛好一定要在這上面 不能過頭也不能少一點 一定要剛好在這上面 這樣子 這樣子 一樣再往下就主播 POWER 就是瓦數 SWR就是主播 這樣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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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主播 1.3 1.2 1.3 這樣子